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中天亚洲台的总编辑时间 我是史哲维 首先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新闻焦点 2012的立委选期 国民党交出了不分区的提名名单 一般认为蓝笔绿号对这次合并大选的影响 今天我们总编辑时间有深入的点评 看得楼起 历史就写在眼前 改革开放先锋的深圳 这大楼一栋一栋的盖 近20年房价翻了5倍之多 这演技无限可及的好莱坞巨星 Maryl Streep他演铁娘子Mrs.Statchel 英国人看了以后说她还真的是很像 这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不分区的名单 比民进党是晚了四个半月再提出来 而这其中新人是超过了一半 还有很多是社福团体的代表 这个名单的排序是受到了各界的高度重视 而且跟对手相比 这个国民党的第二名是儿童福利代表的 王玉民女士 而民进党的话则是柯建民 而曾经痛批这个柯建民是农包的 自家人的民进党的王信南呢 他看到这份名单了以后就尴尬的表示 这个时候如果说国民党的名单 比较好的话 他恐怕会被骂 你看看我们这个名单比民进党好多了 一大早翻开报纸 立委关注国民党不分区名单 反映如何 让所有的民族耳目一新 而且觉得说确实是本党 那个比民进党好太多了 进步太多了 然后那个都是一些那个社会形象 还有些有专间的人士 国民党比民进党晚四个半院公布 不分区人选 双方名单被放大检视 国民党第二名提名长期关注 儿童福利的王玉民 民进党是柯建民 蓝居第四名推 喊病天使杨玉昕 绿营是李应元 劳工代表吴玉仁 与萧美琴列第七 徐少平与余天都是14名 我唱歌当然不如余天 听得出来较劲意味浓厚 曾经重凭民进党不分区市 派系分赃的王信南 看到国民党关注社府团体 有感而发 讲他的好也不好 讲我们不好也不好 外界对国民党不分区名单 包多于贬 但都为资深立委重见落马 如何摆平派系受瞩目 送处于子弟兵 吴清驰列在安全名单外 初选失利的张显耀 郑精灵也通通没上榜 我很早就跟各位讲说 我要继续猜猜 连蔡英文都肯定了 国民党不分区名单 却引发落马自驾人杂音 未来如何整合 考验蓝军高层智慧 谢谢王军 让你台北参谱 好 简文兄 从这则新闻的调子来看的话 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的名单 它似乎还真的是 比民进党的这个名单 获得更好的社会评价 我们现在就拿蓝绿 一起来比一比 首先我们来看国民党 从第一名开始是王金平 然后王玉敏 曾俱威 杨玉昕 邱文艳 彭秀柱 吴玉仁 潘维刚 陈正香 李贵敏 从第十一名开始是 苏清泉 陈碧涵 张凯成 徐少平 季国栋 陈淑慧 陈启明 詹满荣 杨志良 和许宇珍 从这个绿营方面 第一名开始是 陈杰如 柯建明 吴依珍 李易元 田秋景 蔡黄狼 萧美琴 陈其迈 这个郑丽君 以及段依康 十一名开始的是 游美女 吴炳玉 薛灵 于天 翁金珠 游锡 陈寅 苏贞昌 黄淑英 以及谢长廷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两者相比 引人注意的地方 因为绿营的话 是有两名的专业人士 新加入 是第三名的 这个客家级的人权律师 吴依珍 还有第十一名的 妇女人权律师 游美女 可是国民党的话 他引人注意的 就至少有八个人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首先第二名的 王玉敏 他是儿福联盟的执行长 是走社福路线的 曾俊威的话 是走财税路线的 政大名誉教授 以及呢 这个杨玉昕 他是走社福路线 弱势病患权益促进会的 秘书长 以及呢 第五名的邱文燕 他是客家级 环保专家 是环保署的副署长 再接下来看的是 这个吴玉仁呢 他是劳工方面 中正大学的 劳资关系教授 以及这个李贵敏 他是这个律师 专长是财经司法 以及这个陈碧涵 也是戏举学院的教授 他走的是 艺文路线 也是客家级 邱文兄 两者相比 这一般的民众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 第一个就是 您刚刚也提到说 国民党这个 比民进党提出 这个不分区的名单 晚了四个多月 那当初大家就在看说 国民党到底会提出 什么样的名单 而且过去几次的 这个国民党提出 不分区名单 老实讲 的确是比民进党的 这个理想性是比较差的 那尤其是现在 大家已经看到说 在民调上面 马菜两个人 好像是进入一个 胶着的状态 所以国民党 他也必须要坚持到底 让这一份 这个不分区的名单 展现他一定 这个号召力 跟这个理想性 这个来作为一个 返回一层 是倍加重要 结果一出来以后 大家发现 果然是不错 那社会各界 我想那个战域 有加 肯定的声音很多 那这个倒不是说 国民党自己 能够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的 我想包括 他的竞争的对手 包括这个 不分立场的 这个媒体 各方面评论 基本上可以确定了 国民党这份名单 一般来认为 就是比 这个民进党的 不分区名单要好 连蔡英文都肯定了 蔡英文我想就是说 这个讲话是不错 蔡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但他也酸了国民党一下了 他就说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 注意到 终于把这个 弱势代表 放进去了 这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我想这是很有技巧的 一个肯定了 那我们回过头 来看就是说 好在哪里 其实刚刚那个 哲伟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两边的 很快速的名字念过去 我们这个图卡也看到了 我觉得我就提一点 跟观众朋友来报告了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 在这两边前面 十几名以前的 所谓的安全名单之前的 这名单 民进党的 比国民党的提出来的 不分级名单 知名度普遍都高 对 但是这个真的内行人来看的话 跟现在外界 把他这个褒贬之间的不同 也就在这个地方 奥妙之处 就是说 国民党那边 新人居多 他们在前十七名的 这个所谓安全名单之前 有十一个都是新面孔 那民进党那些 来讲的话 民进党大概是十四左右 是安全名 这里面来讲的话 几乎都是大家认识 高知名度的人 那我们又要问 高知名度的什么人 高知名度的政治人 对 那他们都是政治人物 所以你看民进党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前立委 前立委 所以那些都是 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国民党这份名单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了 就是说 你所谓的好跟坏 到底怎么定义 这就回到说 所谓的部分区名单的 它的这个功能上面 它就是 你从国民党 这个这份的名单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多元性 它的多元性跟弱势代表 包括这个文化关怀的 社会服务的 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了 就是比民进党的 要来得多 要来得多 对 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 就是说过去部分区 大家批评说 在两党来讲 因为不同程度 都是把部分区 把它变成一种 政治酬庸 或者是书宏道 那摆平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说 有一些已经缺乏战力了 然后你想要 安详一点政治余年的 的政治人物摆在这里 让他不必选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国民党里头这个新人 他所谓的 被大家讲的好的话 就是说 他涵盖了让那些 透过区域选举 比较世俗的选举方式 没办法上的那些 社会的比较 弱势的代表 跟专家学者 这个声音能够出来 所以我觉得 所谓的好事 好在这个清新 好在这个理想性 好在这个改革性 好 而这个台湾的这个选民 投立法委员的时候 有两张票 警卫兄上次呢 您为我们也介绍过了 就一张是投给 你属意的区域立委某某某 而另外一张的话 就是投给你属意的政党 而当这个政党 得票率超过5%的时候 这些部分区的立委呢 就可以按照民司的牵后 成为立委 就像这个警卫兄 您刚刚讲的 而且呢 警卫兄您刚刚也说了 这民进党的提名方式呢 比较倾向于是 对既有势力的安排 就是媒体所谓的 所谓的泄洪道 而这个国民党 跟过去相比的话 我们真的可以说是 大刀阔斧 壮士断碗的提名新人 那么呢 对于这些 即将失去舞台的部分区立委 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反弹 或者是动向又会如何 他们会不会扯 国民党的后腿 对 这个的确就是说 是国民党 大家都在紧接着在看说 这份所谓的这个 理想性比较高的名单 提出来以后 那么会如何遭到党内 的现实力量的一个反扑 那我在想就是说 这个就是基本的人性 过去我们讲说 理想跟现实难以妥协 当你选的理想性比较高的时候 你必然会受到现实性的 一个冲击 那我想今天中国时报的 那个有一篇 那个一个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 我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他看国民党这份名单 他叫做 他用了十个字 他叫做政治力下降 社会力上升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我们讲说从政 好像变成某类 那个政治族群的人 关起门来自己玩的 power game一样 对不对 那现在无论是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能力 或他们的形象 政治人物是普遍是低落的 所以国民党这边名单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所谓的好 就是说他去找了那些 政治圈以外的 权力圈以外的 跟政治过去没渊源的 但是真的有代表社会的 对有比较代表社会多元力量 而且是比较那种 弱势的社会服务的 这一类的人 然后他们比较没钱 没权没事的人 所以代表一种 社会力的一个彰显 那这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 我们现在看他说 因为这份名单提出来以后 特别是国民党过去 他是高度妥协于 政治现实 所以你即使来看 民进党这份名单 严格来讲 也没有那么的烂 但是比起 居然国民党比他好这么多 而且国民党那么一比 就可以 刚刚我们这样一对比 就看出民党这份名单 是高度的充满了政治的妥协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现在社会的这个 这几天的这个名气 是非常高涨 是普遍肯定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里头的那些 落选的 没上的 鼻子摸摸的也不敢讲 但是你说他们背后 或者事后 他们会不会搞什么小动作 或者反弹 在这个风头上 他们是不敢的 因为社会视听 但是我想国民党必须承受 这样的一个冲击跟压力 而且很多人会提到 就是说你名单漂亮 社会观感好 有票吗 我觉得这种观念就是 如果说抱持这种观念的人了 就是不断的像现实 妥协 妥协 你永远没办法进步 因为如果以国民党来讲的话 对不对 国民党过去长期执政 他也曾经是沦为在野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 这种风风雨雨 难道他还看不出来说 什么才是长远的经营你政党的 一个稳固的社会的一个势力 基础的这样 所以来讲的话 他当然会有反弹 但这个反弹 如果说社会的观感 跟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评价 是高的时候 这种反弹的力量 相对就会减低了 的确 也不晓得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 国民党不分区名单的公布 让国民党的这个社会观感度 有所提升 我们来看这个旺旺中时 我们最新的滚动式的民调 在11月15号的时候 这三组参选人的支持度 这个马英九42.4% 然后蔡英文是38.1% 宋楚瑜9.5% 这个蓝绿差距是4.3% 如果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持续的这个曲状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前一天双边的差距 已经到了历史上的 最近的2.2% 而现在又拉成了这个4.3% 当然了 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 这只是一天的反应 警卫兄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硬要套上说 这个马英九的这个领先距离拉开 就是因为不明 就是因为不分区的提名的话 也是太过冒险了 不过您觉得多少有效吗 我觉得这要再观察 但是以我现在的我长期在这个政治的这个领域里面 采访跟评论 我认为是有效的 因为不分区 他强调的就是不分区的名单 其实就是最对这个政党的这个 他的走向跟领导人的或者政党的那个形象 他本身是一个全面性的影响 而不是一时一地 比如说什么某一个选区 他不是 他是一个代表一个这个政党本身要改革 跟回应社会的这样反省的力量 那所以我们来看 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那个民调中心的负责人 我们有聊过 他就说这个说不定 因为这个这个现在以现在这个传播媒介的这个传播的速度 其实很快了 这一天大概大部分的一半以上台湾人都知道 这个国民党提出什么样的一份名单 所以他有可能是有可能 立即反映在这个民调上面 让他从这个2%几%几%三年几 然后一下子领先的蔡英文变成四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在讨论说 我们可能要多看几天 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从领先2% 如果说因为现在这个毕竟马还是领先菜了 他还没有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死亡交叉出现 在领先的幅度上面 我觉得领先2%到5%这中间来来去去 我觉得都有抽样误差的影响在里头 那我们多观察个几天 譬如说到了再过个四五天 让这样的一个效应去发酵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比较拿抓出这个比较比较稳定的一个判断 那个时候如果说拉开到5啊6啊 我们几乎我们就可以认为说 是这个一份漂亮的不分区的这个立委的名单 造成了这样的影响 我觉得一天这个的确是还不够的 但是就这个选战来讲的话 这份名单不应该只有一天的效应 因为我觉得选民来讲的话 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就是说如果说因为良性竞争 像您刚刚也问到蔡英文 蔡英文虽然酸了一下 但是他还算有点风度 他也去肯定了一下说这个怎么算 所谓良性风度是什么 不是在比烂嘛 就是说因为你好 所以我要比你更好 两个人刺激出更好的 更好的一个表现 跟更好的名单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 选民应该不利于给那个 如果他有的确明确好的表现的那个政党 不一定是国民党 可能也是民进党 给他们好的一个掌声跟鼓励 这样会刺激他们往更好的 那个更理想方面发展 如果说选民到时候就一天效应 或者什么做好做坏 大家还是跟着非常僵化的 这个政党的立场 或者是台湾过去的一些非常的这个意识形态 来做这个政治判断的话 那样子好的政治人物跟好的政党的举措 就永远没办法出头了 对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名单 它真的是比较符合社会期望 也获得社会比较大的肯定的话 希望这样一个向上提升的力量 能够一直持续 不要说尚未期限 可能只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而是能够持续到一年两年甚至以后 而另外的同样是选举问题 但是不一样的topic 就是我们旺旺忠实 同时就三位2012的候选人 请选民打分数了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领导特质 这个部分 这个从政表现 还有领导能力 它满分是10分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马英九是5.61分 还有领导能力的5.29分 然后蔡英文的5.27 5.17 宋淑于的4.36和5.11 我注意到了这个几点第一 就是满分是10分 但是没有人及格 然后第二就是说 没有担任过任何选举 所选出来的这个职位的蔡英文 他呢跟当过八年台北市长 和这个三年领导我们台湾的马英九之间 竟然这两者的差距竟然不大 我很好奇您的观点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刚刚很快速的浏览一下 这个对于这个选民 对于他们的这些所谓政治表现 跟政治观感 因为这个很抽象的一种感觉 那你可以看就是说在从政表现上 马英九虽然是略为领先蔡英文 但是没领先多少 那这里头就我觉得很妙的一点 就是说的确蔡英文是没有选过 但是蔡英文她在政坛上来讲 她担任过蛮高位的这个政治职务 最高到这个行政院副院长 还有陆委会的这个主委 所以蔡英文那个时候 在这个政务的首长的表现上面 以及她到立法院的答询上面 她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口碑 因为民进党过去来讲 大家觉得比较草莽的 所以民进党的一个学养 学历出身背景 然后看起来都很优雅的 然后讲话辞封又很冷静的 其实蔡英文不是很犀利的 蔡英文是很有条理很有冷静的 很冷静的那一种政治人物的表现 其实过去在台湾的一般的民调里面 蔡英文已经建立了不错的基础 那现在是她要选举 所以你刚刚问说她没选过 我觉得这是很妙 台湾有时候我们在私家聊的时候 我就讲说政治上 台湾的选民对那个政治人物 也有一种政治上的赏位期限 好像日本话里面吃一个东西 那个赏位期限 如果你是很新鲜的 然后你是新人 通常会有一段 我们就讲在西方来讲的话 叫蜜月期 那蜜月期大家看每个人 不一定说有长有短 但是那个政治人物 因为她还没有被真正考验过的时候 那初步的一些表现 大家觉得不错的时候 那个就叫做我们叫做她赏位期限 就是那段时间里头 大家对她的印象表现都不错 但是马英九一定是一个这么久的 她已经选过好几项重要的职务 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她对她的 这个从政的表现 我想民众是有点毁誉 毁誉参半了 一般觉得说马英九觉得是善良正直 绝不贪污 然后这个知书达理 然后非常正派 可是对于她处理某些事情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决断或者是魄力 我想还是有另外一部分的相当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会拉低马英九的从政的表现 那蔡英文到现在来讲的话 她还没有真正经过选战的历练去担当选战 选出来的那个高位 所以这时候民意还是对她处在一个喜好的一个高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马英九以她现在担任总统的位置 只领下一点点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大家支持这个坐下 这个坐下 这个坐下 现在开启迪